是这样的,今天通过检查,各个方面都恢复的挺好的 反正到现在基本上也是一年多一点点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完全彻底康复了,以后就可以不用来了 但是我在那帮助一下其他的患者,走完路吧 就是把你治疗的怎么发现病情,包括治疗的经过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是当时是在楼架的医院一间看病的时候,然后发现了 发现完了以后,就在当地直接进行了吸光和活动力 但是当时窗口还挺大的,然后也挺不省城的活动力 后来找到咱们医院 然后每个月定期复查,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在里面,然后就很康复了 你是因为到医院看其他的病情发现了吗? 对,对,对,对 后来医疗给你发现了,对吧 是这样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反正也蛮辛苦的,所以我来治这个病,就是要进行来治疗 现在就跑来治疗了,就能够恢复到增长的生活了 然后气壳啊,多多方面都恢复到正常了 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就是要注意,就是这位呢,比如说公公的场所呀 这些个人围装妈妈把它做得好就行了,好吧 好,好 嗯,那就像 然后也挺感谢你,因为生活这段时间,就对我心理上的帮助 对,下一个变得挺大的,对 然后经期回诊照片等等,都很负责 嗯,我记得嘛,当时你妈妈好像也有陪你来过几次吧? 对,就她雪高来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喝了 哦,第一次就你妈妈喝了 对,对,对 她妈也是不放心哦 对 她们陪你当院在上学呢,对啊 那行咧 那现在就火了,我就跟你妈妈讲一下 你妈妈那个现在还是在镇安后这边上班是吧 对 哦,你现在在山东 那等于现在不回东北里面去了 哦,她偶尔也要回去 哦,就是加山里面了是吧 哦,是这样的,那行咧 我就跟你妈妈讲一下,现在就是完全好了 是 就跟正常的生活一样了 就是主要一点就是平时个人维生方面做好 就是不要这个感染这个病毒就行了,好吧 好